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老周 今天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换热器如何来清洗 我们在酿造几次次以后 我们需要对这个换热器进行一个比较仔细的一个清洗 那么我们怎么来清洗它呢 首先我们要用清水去冲洗 然后再进行一个反冲 油气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反冲 因为在酿造过程中 这个脉贼根的一些大颗粒可能会残留在这些所有的薄板中 那我们如果说只是正冲的话 很可能还有残留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反冲 那我们会把一些残留的这些大颗粒物质都会冲击掉 用清水清洗完以后呢 我们还要用碱水进行一个冲洗 那这个冲洗呢我们就需要进行循环清洗 这个时间建议是10到15分钟 然后清洗完以后呢我们再用一个热水把碱水冲洗掉 那这个时候这个换热器就清洗好了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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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